中国大陆一个很大的一个气质性的改变 这个议题呢就是大连PX厂这个事件 大陆的民众对许多事情非常的愤怒 第一个他们终于生态的整个环境污染 第二他们认为这种事情一定后面有高观 事实上我看了一个叫做反大连PX的民间的网站 就大陆可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反大连PX厂的民间网站 甚至呢你在大陆搜寻最关键性的字 现在就叫大连PX 这个厂呢是一个石化厂 有点像台湾的台朔 那么它在前一阵子因为梅花台风 当时台湾很紧张 梅花台风复被到台湾 结果最后登陆到了大连 在大连的时候呢 它冲破了这个石化工厂的防波堤 差一点造成当地毒气外泄 换句话说这个毒气并没有真的外泄 但是就差这么一点一点 老百姓有数万人上街头 这数万人上街头的时刻呢 他们认定这个大连厂啊 已经有好几次PX厂都出问题 甚至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有太子帮 而且点名谁谁谁 而且连薄熙来 连许多人通通都被他们的点名进来 事实上民众的愤怒 本身点名的高官呈现出来 是大陆对于官方普遍的不满 已经来到了中央的层级 而对于当地所出现的 大陆有一个名称 我们称为叫做街头运动 他们叫做群体事件 过去群体事件的做法 就是公安直接的镇压 这一次是大连的市长直接站上台 然后答应民众的要求 第一个是立刻停工 第二个勒令大连PX厂签厂 那么这使得这个事情变成落幕 也画下了分水里 也就是中国大陆政府从今 不是政府缩了帅 上位民众聚集在大连市人民广场 他们高唱着中州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在梅花台风来袭的那天 大声疾呼 要求当地的一家PX化工厂 滚出大连 这群示威者因为担心台风来袭 化工厂附近的堤防出现缺口 有毒物质可能泄露 于是集结抗议 大连市委书记唐军 站在警车上安抚群众 不满的情绪 几个小时后 他宣布化工厂停工搬迁 大陆当局一年至少要面对 十万起的动荡事件 但如此 阿沙里的回应示威群众 还真是少见 抗议画面透过外电报道 才让外界知道 大陆的官方媒体 全部只字未提 让整个中国充斥着一股 山羽欲来 风满楼的感觉 答案不难理解 SOHO中国执行长张鑫 就曾经为我们点出其中的一大危机 现在我看到的中国社会的腐败 是已经到很小权力的人都在腐败 近来有件案子 就从SOHO中国说起 他是山西蒲县大林乡的煤炭局长 郝俊鹏 别瞧他一副乡下汉子的模样 包括SOHO中国精华地段 他在北京有三十栋的大楼 任职八年的局长郝俊鹏财产收入超过七亿人民币 现在因贪污逃税挪用公款等罪名 被判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地方小关贪污七亿 虽然是小case 北京当局的危机意识 也可从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 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所提的一段话 看出端倪 前高铁局长刘志军一年收贿十亿 前运输局长张曙光 还被爆出海外账户金额高达180亿人民币 国务院本月十号做出暂停审批新建铁路案 能否止住更多的贪腐内情 恐怕又是一大难题 面对明年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八大 权力核心的交界之际 出现了大连PX厂的让步决定 实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罕见 毕竟此一阶段的任何动静 都可能牵动中国接下来的 仍次不知 两句話 前两句话 铃腿